- 嗨,大家好,我是一孔,林大太。 这个影片是记录我们打第二针, ok,在基本上就是打完之后, 我们会自我个离差不多10天, 在我们的房间不出门, 对,对,因为这个月份可以开放给walk in, 所以人多肯定会怕怕的啦, 因为很多新闻都是在这个接种中心交差感染, 然后染疫回来的,对,所以我们要小心上去, 现在就去拍一些情况给大家看,Let's go! - 你有想象中这么多人哦? - 嗯,还不错真的,因为walk in 是另外一边, - 我们这里是百分门的,没有什么人, - 它们的标签也很清楚啦, Zone A是AZ的,Zone B是Sinovac的, - 。 - 人情? - 混帳吧? - 能我 mél不上班吗? - 我不相信,我们 reading it比可不好的数学的数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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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会带在房间7-10天 对啦 这里就是我的标准 然后点进去 如果大家还没看过 开箱我家的影片 看这里 ok 这个已经改造了一点点了 这里已经储存了我们7-10天的水 但是我觉得不够辣 我们硬看两个水比较硬一点 然后简单介绍我们的炒水干 这个是零食设置的 有柠檬啦 还有柠檬器 这个就是上次介绍过的 炸柠檬器 炸柠檬器 炸柠檬器用的 我们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C 然后就是 Mokka咖啡机啊 也每天要喝的 这里 这个箱子厉害 这个箱子有什么咖啡呢 要开箱给大家看 有Starbuck的咖啡神啦 有这个 Dude Coffee 还有 这个 这个 曼香奔醒 Copy O 还有 上次去品内 最好喝的咖啡 还有这个 这个 电视鸡牌 Kurang买的 一个Copy O 再加上 还有一些 Cafe Bichat的 Capsule ok 这全部都是 必定要的东西 然后就是 煲水鸡 因为它现在要煲是什么 腰材汤 腰材汤 这个鸡是万人的 煲水啊 煲汤啊 火锅 全部都靠它 嗯 这个会是我们等一下的午餐 嗯 这一区就是我们的工作区 去设置了 放我们的MacBook啊 然后做东西就很方便啊 这里就可以看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孩子用的地方 可以从这里喊他们 哈哈哈 这边做了一个 我喜欢你 因为接下来 我们不能和他们 直接出去了 看着他们喽 这里就是 平时我的Wattola 就口铁摆了一个Mac 然后我的运动区就在这里啦 很明显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床 睡觉区 嗯 然后我的娱乐区 看电影啊 看Olympic 是哦 看Olympic也是靠这家电视机 等下我就要看了 嗯 然后 最重要就是 这接下来要吃东西的 煮食区啦 叶叶 哇 你setup到好像酒店这样哦 参举啦 然后 我们可以讲了 这个是 母饼 做某米菠萝 讲到我们的 上次你们看过我们的影片呢 这个就是 就是 Majig棒 煮蛋啊 煮火啊 煮粥啊 就是靠着米啦 然后我们准备了 Hunter Plus 还有一些 调味料 来看看 听太太准备的 银莓啊 干粮 全部是豆类啊 可以煮的东西 红豆 绿豆 然后全部是 BMS Organic 的 你帮她打广告吗 全部是 BMS 带的哦 因为我都是订她的很快 对对对 很方便 这你真的是够吃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没有吃很多的啦 OK 我们七天后 可能会变得很苗条很瘦 然后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 Appartney 有一个 Mosquito Nex 因为平时我们睡觉是没有关窗口的 没有开电窗的 去看这里是 Rumpel 有一个 Outdoor 的 开心地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可以煮 Steam Boots 也不错哦 有没有看到我教你很多风筝 我本身就是一个 Friends Collector 喜欢 Collector 风筝的 Rumpel 我完毕 话不多说 要煮食吗 我已经二十了啦 OK 开始了 我们的第一餐就是 Yok Choy 火窩 其实我们吃火窩都是 庆祝大日子的 这样我们打的第二次也是 庆祝一下要吃火窩才可以 这个碳比就是我家的药材 我觉得我们外服的药材汤就是那么乱 每个朋友食物都真的是好 我们只是放包酥 还有一些 Lady Finger 然后就是我老婆打的玉云和哈云 极美 真的是好像外面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蔬菜类 嗯? 接下来七到十天我们都会在这里自己自我隔离一下啦 是因为我们觉得出去外面过后 回来还是要先隔离一下吧 不自己保护家人 毕竟我们没有出门这么久 不可以公亏的鬼耶 哇 OK 很快就到晚餐啦 OK就是用我们的某名佛加加这个 Mesh Pop 刚才的有彩通啦 加加上 没有什么特别啦 名佛把足 但是就是要健康嘛 轻轻的啦 还有一道来的 诶等我啊 快快快快快 还有一道 当当 是什么来的咧 啊 哇 没有什么特别 简单的鸡蛋 哇 总结了一下 今天我们打完症之后 吃了一个火锅 然后就做点东西啦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不舒服 对对对对 有吗 没有没有就 今晚就不懂了 因为我记得第一症是今晚才来发作的 嗯 那个是你啦 上次我打第一症的时候 除了比较累 还有一点发冷以外 其他还OK 还有我妈妈记载的 光一仔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人生中应该没有多少次会这样闭关 在居室里面要隔离 再加上我国的疫情呢 是一直不断的飙升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做好抗疫防疫的这个动作 嗯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咯 所以希望通过每个人将有责任感一点 这样那个疫情的数字可以下降咯 希望我们已经做好了 大家一起抓 嗯 然后很快就可以玩我们自由 跟大家见面 其实很喜欢我们的家 保肯尼这里 OK 就可以看到热肉 里面的热肉的景色都不错 对 那个碗蛇的颜色等下就出来了 嗯 还有很大的鼻 康鼓就要 哦 这就是我们的鼻子 去 我的鼻子 痰 我们的报告 这是我的 这是我 这是硬材卡 两个都是 对 安全哦 居家隔离这8到10天 我也忘记多少天了 总之 吃喝玩的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感觉上好像是 呃 旅行的感觉哦 在房间里面旅行 旅行去厕所 然后旅行回来这里 然后旅行到窗边 对啊 对我们来讲 应该 老了之后 这个的体验应该是 终胜男弯 这个影片就是记录我们 点点滴滴啦 after隔离之后 最想做什么 我知道应太太 每天都想着小孩 从上楼那边 和小孩的互动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时间 应该明天早上 就是冲过去 抱着小孩啦 所以我们试试一下 不要关房门 然后给他们操心 嗯 是我 他一定会上来 嗯 这样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点下留言分享啦 还有别忘记 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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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开始 就是我的女儿和孩子一起 妈妈 看应太太 和小孩一起玩 一招挑战 等我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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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啊 猛男姐 檸檬的时候 哎 真的是 差不多 8点就已经来了 好像有卡住了 现在很不舒服 8点了 所以要 急点弄他 走 你 把他壱的 啊 既然 你 mich 感谢观看